2022年元旦放假时间为1月1号至3号共3天 山东交警提醒 元旦期间高速公路通行正常收费 这个假期 高速公路拥堵一发时段有哪些 一堵路段有哪些呢 山东交警分析并预测了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状况 为大家做个参考 元旦假期期间 山东省境内高速公路禁止载运爆炸物品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以及剧毒 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通行 具体进行时间为2022年1月1号零时至2022年1月4号六时 沿进超线超载车辆驶入高速公路 此外 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 危险品运输车 车辆运输车 不可解体物品超线运输车通行 根据2018年到2021年数据显示 元旦假期9至11时和16至18时容易发生道路拥堵情况 从近年来 元旦假期拥堵数据来看 G22青蓝高速 双部立交至银海段 G20青蓝高速 青岛东至南泉枢纽立交段 G35极广高速 济南西至孝里段 济南至天桥段 G15神海高速 蓝山立交段 福山段 G0321德上高速 深线段 G3 京台高速 腾州段 G2 京户高速 烙灵段 S83 藻庄连接线高速 税锅至藻庄东枢纽立交段 是拥堵一发路段 据2018至2021年交通事故数据显示 9到11时和13时 15时 16时 是事故一发射段 G4 天 G5 天 Tysia G4 地 G4 天 G5 天